打NBA是为了什么 热爱是其次 最主要是赚钱 很多NBA球星是来自贫民窟 他们打球就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 NBA一年现在顶薪5000万 只要能达到这个水准 生活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有些球星打NBA真就是爱好 因为他们是超级富二代 NBA赚的钱就是自己零用钱 他们不需要这些钱来改善生活 他们一旦不打球 就可以回去继承亿万家产 这样的富二代 这五人就是代表 内内在绝今是巅峰 他球风还是很劲爆 当年可是号称巴西野兽 他在NBA赚了一亿左右 到手5000万样子 这就是他的零花钱 他的家族在巴西甚至可以说是富可敌国 产业几乎占据了巴西半壁江山 特别是家里还有不少油田 如此夯实的家庭 自然不缺NBA那一点点的工资了 赛福洛萨颜值不错 但实力在NBA真就一般了 他打NBA更多是喜爱 他真不缺这三瓜两枣 他祖父有瑞士最豪的酒店 母亲画家 父亲音乐家 当年因为他喜欢NBA 差点为他买一支球队 家里跟很多瑞士财团都有密切关系 钱对于他而言 就是一串数字 大卫里颜值高 很多人只关注他颜值 并不是很在意他的实力 他是勇士队夺冠功臣 他是巅峰退役 让人不少惋惜 他那么早退役 跟殷实的家庭有关 祖父已经是慈善家 父亲有连锁店 家里捐的上款都有几千万 阿米奴的父亲是尼日利亚的皇室贵族 他拥有皇室血统 并且是正儿八经 可以继承王位 有了至高权力 自然有权 这个是万古不变的真理 关键尼日利亚还是石油大国 阿米奴家族拥有绝对的领导权 拥有如此庞大的液体黄金资源 家里自然家产万贯 巴默特父亲是酋长 他也是受人追捧的王子 在喀麦隆 他的家里很富有 并且还有威望 当年举办篮球训练营 恩比德就是被巴默特发掘 他是真心喜欢这项运动 他为了篮球事业 自己还经常贴切 没有足够的实力 不敢这么任性 不敢这么任性 谢谢我 不敢这样 我还经常贴切 我做下来 你不敢紧